台湾维持的关系则应持续发展 外交部发言人欧翔兰表示 近来我国与瑞典关系持续提升 双方辞职合作领域不断扩充 例如瑞典首度参与9月台美全球合作期训练架构 有关命运假讯息的国际工作方 将显两国共享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 未来我